來,我們來再給各位Line裡頭 我們再來做個動作 這裡有一個東西叫做爬梯子 爬梯子是什麼東西呢?來,點一下 這個如果你們要辦個活動 但是你今天無法決定 誰要當主辦人 誰要當康樂來那個帶活動 誰要準備什麼,誰要準備什麼 無法決定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弄所謂的爬梯子 隨機 誰抽到什麼就做什麼事情 有,有,有錄影 所以我們就這裡 因為現在是全部的人都參加 我可以暫時把它點掉 就是說我不要全部的人參加 然後呢,哪些人參加 假設阿聰跟王寧聰 對不起,我們副班長 然後我隨便選幾個 但是要選今天可能有來的 好,那沒關係,我就簡單地選幾個就好了 我隨便選,簡單地選幾個 好,我簡單地選,我後面暫時不選 我就選這2,4,6,8,9 9個人,好,沒關係 下一步 按這個下面的下一步 好,我要分配什麼工作 來,第一項 那就是主辦人 第二項是誰呢 這是康樂 準備活動 康樂 負責活動 好,假設這樣 然後接下來 那個總務 誰負責管錢 總務 收錢跟管錢 收錢 可以不用打那麼多字 只是我怕 各位 我就打總務就好了 就是負責收錢 還有付錢 每次要找他 然後另外呢 還有就是 比如說 還有什麼 比如說 負責買水果 買水果 然後呢 這是買菜 買肉買菜 買菜肉 好,等等的 然後呢 另外可能是 那個什麼 那個 搬東西 可是搬東西 萬一不小心 選到女生 哪家能搬 搬 搬 東西 好,然後另外還有什麼 隨便啦 我就 那個 負責拉人 隨便 隨便給一個規則 拉人 可是我發現是不是選九個人 但是我現在只設七個人 七個人 該做事情 好 然後呢 就按完成了 好 這時候我開始了 我這邊按右下角的開始 會導致什麼動作呢 開始 它開始我們 隨機的 幫你取 要做什麼 這樣子怎麼隨機 來看一下 買菜肉的是誰呢 點一下 好 啊 我們的副班長要負責買菜肉 啊誰負責拉人呢 來看一下 嘚 啊 我是負責拉人 然後 總物是誰呢 來,點一下 燈燈燈 燈燈燈 那 我們張先生要負責當總物 要收錢 啊 貢貢就是說 不用做事 供姑的人 阿聰,我不用做事 然后另外下一个供姑的是谁 来,再点一下 就点一下那个圆圈 啊,黎先生不用那个 然后再来,谁负责买水果呢 再看一下 啊,黎先生要做那个 要买水果 那主办人是谁呢 谁是当主办人 来来来,啊,黎先生要当主办人 就这样 然后搬东西 其实你不用一个个按 不用一个个按 后面不按了 你直接按,查看全部结果 它就啪,全部都出现出来 查看全部结果 马上写好主办人是谁 谁负责拉人 谁负责康乐活动 谁买水果,买菜肉,搬东西,总务 在这个群组里面看到的 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 谁负责做什么事情就在里头了 了解意思吧 好,我再做一次哦 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 好,来 首先按加 然后按爬梯子 然后呢 我先选人 但是我们班上有23个 我工作没那么多耶 好了,不要那么多了 我就把选择全部给点掉 自己慢慢选 那你就可以选 假设我只要 六个工作人员好了 六个工作人员 当然你全部也可以啦 我说就算只有五个工作 你23个人 其他大多数是共工 OK,只有五个会有事情要做 好,那没关系 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呢 就开始 该做什么工作 开始打 好,比如说呢 那个什么 要负责演讲 好 然后呢 要负责那个什么 鼓掌 好不好 要负责鼓掌 好,然后负责提问题 因为怕到时候 那个什么 提 怕没人提问题 好像很冷清 提问题 然后呢 负责喊安可 假设这样子 负责喊安可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你就一直点下去 然后开始打字 比如说呢 还有什么东西 那负责地茶水 地 那个什么 送花 送花 感觉好像 非常的热络的感觉 负责送花 然后负责拍照 好 假设这样子 六个人工作都好了 按完成 这时候 接下来 我就可以按开始了 所以我就按右下角的开始 好 其实它内部结果都出来了 你如果去按 只是增添一个趣味 赶快揭晓 谁要做什么 它是这样子 这种爬地值是什么 它直直往上以后 只要遇到横线就要转弯 再直直往上 遇到横线就要转弯 再直直往上 遇到横线就转弯 直直往上 遇到横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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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弯 �罐8這邊 所以我來試一次 股長的 得得得得 老徐發 associations 原理是這樣 之後假設我後面不想慢慢按了 直接查看全部結果 馬上都有 負責拍照 誰負責送話 誰負責喊Anako 誰負責提問題 誰負責股長 誰負責演講 可以嗎 等於說 有时候你们一直无法决定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用这样子 那当然啦 当然 还有一种做法 假设很多人去外面吃 要准备一下 我们今天去吃哪里 很多人都说随便 像我太太常会说随便 然后女儿也说随便 儿子也说随便 然后我就说好吧 我们今天去吃牛肉面 不要 昨天才吃过 不要 很麻烦 那也可以用抽签的 你就把它工作的东西 你就打牛肉面 意大利面 因为对不起 我们家很喜欢吃面 牛肉面 意大利面 拉面 什么什么 好 设好了之后 然后 你只要一个人在底下 按一个 跑上去是什么工作的 就是什么 什么晚餐的 好 今天晚餐 我们就选择 我们就吃这个晚餐了 可以吗 好 来 各位试一下 这个爬梯子 就是帮你 随机决定 谁负责干嘛 谁负责 或者是 我说吃拉面的 我们也可以选一个 大家可以尝试用吃拉面的 好不好 吃晚餐 不是吃拉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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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